我们今天要来讲遇到处不及防的意外 容易死亡的命格 大家好,我是转角预见你的高玉玲老师 白色进口轿车一路偏移蛇行 接着竟然冲到对象车道逆向行事 一名骑士惊险闪过 但白车就像失控一样不断往前冲 擦撞到一辆机车 接着又再撞上第二辆 骑士被夹在电线杆和轿车中间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刚刚影片里伤亡的人 及他们的家人何估 突如其来的意外 根本来不及躲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事情发生 只能预测说命中是不是有犯到官下 这种事绝对没有人想要遇到 但是没办法 绝大部分的人在一生当中 总是会遇到大小不同的关卡 杀气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乐观的人会积极面对 求来就打 悲观的人总会纠结在意外和明天 谁会先来 今天就是要将祖先传承下来的 会遇到命中禁忌的官杀 用口语化提供给你 如果不幸发生物采命中禁忌的作为 会有危险的命格组合 让你能提早预防 降低发生不幸几率 等一下会念到你的命格 出生年纳因的五行 即出生时程 这两项条件 而且要同时对到才算有重 重的人不用紧张 想要避开的人 欢迎来网络公庙 知灵先进找高玉玲老师 老师会提供让你避开或降低伤害的建议做法 只要做好防范 很大的机率是可以避开危险的 等一下念完 你不确定命中禁忌 或不会看时间条件的 欢迎留言或私讯问老师 好 以下四种人要注意 第一 如果你的出生年是纳因经的人 又是卯时生的 第二 你的出生年是纳因火的人 又是紫时生的 第三 你的出生年是纳因水或土的人 又是五时生的 第四 你的出生年是纳因木的人 又是有时生的 以上这四种人要注意 这一辈子如果不幸发生 有物采命中禁忌的作为 轻则只是惊吓过度 严重的恐怕会因事故而身亡 不过没有关系 想预防的人可以私讯 或来找高玉玲老师 寻求解决方案 老师会提供改善方案 排除可能出现的危机 感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